如佛一鸣承包商和妻子发生口诀之后 挥拳打伤妻子 结果被判坐牢一个月 34岁的被告莫哈莫法利 今天第二度被押往巴珠巴侠地平面控 根据控状 被告在今年9月19号下午2点20分 在停放在苏亚花园的一辆汽车内 故意伤害妻子 抵触了刑事法典323 蓄意伤人条文 还有326-A 蓄意智商配偶或前配偶条文 根据案情 受害妻子是一名医生 事发时她要求丈夫 也就是被告 停车到商店购买食物 但是被告拒绝 而导致两人起中职 怒火中烧的丈夫 就挥拳猛锤妻子的手臂六次 造成她受伤 随着被告扶手认罪 法官判处她坐牢一个月 由于刑期从被捕日开始算起 而被告在9月20号就已经被扣留 因此她在今天获得释放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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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